日前台16线旁山壁崩塌 造成了积极到车城的列车暂停行事 强修后20号恢复通行 不过在今天凌晨 台铁又发现积极线的23号隧道壁体 有持续挤压的情形 立刻进行预防性封路检查 也导致南投积极到车城站再度停市 旅客得改搭接驳车 台铁也强调要确保隧道安全无余之后 才能够开放 所以短时间内恐怕无法通车 台铁人员坐上维修车准备前去抢修 因为26号凌晨 积极线23号隧道壁体 疑似有持续挤压的情况 为了行程安全考量4点40分 南投积极到车城站暂停行事 改已公路客运接驳 不过民众好错愕 一时半刻也不知道去哪里等车 现在想办法是要坐什么车 接驳车过去 在那边等不知道时间 所以回来确定一下时间 什么时候会有 这接驳车也不知道准不准 车站前也贴出公告表示路线暂时不通 南下北上列车有延误的情况 由于日前台16线公路旁发生山壁坍塌 造成路线阻碍 经过抢修后20号虽然恢复通行 但台铁持续监控隧道稳定状况 一发现不对劲立刻预防性封路检查 滑落下来的土石起压到了这个民隧道 让使这个民隧道的这个通行的断面缩小了 所以说目前如果列车硬要行驶的话 可能会擦撞到我们列车的这个墙壁 台铁表示短时间内恐怕无法通车 将确保隧道安全无余后才会开放 只不过积极到车城站一个月内二度停驶 当地民众只希望快点恢复通车 避免交通受到影响 记者曾路成南投报导